我小時候 因為我是很小 我是80年來到香港 另外我是深圳來香港 來到香港的時候 我覺得我小時候是很沒膽 因為是新地方 影響到我小時候 我想做中學前 我是屬於很小的膽 因為我有三兄弟 我是最小的一個 你最小的一個 你自然是受保護習慣 所以都是他們做的 我純粹是跟著他們 變相了我小時候 我又怕黑又怕鬼 又小膽 但也一定是調皮的 我們小時候不要不調皮 我小時候 因為我住在獅子山的山腰 就不是下隻上面 那變成是在大自然上大 我覺得我小時候 是屬於一個很天真 又細淡 但又充滿空氣 我很喜歡去探索 因為你在山上 以及以前是不會關門的 基本上我們睡覺都沒有關門 因為有很多人住在一起 都很熟悉 然後有哥哥到處去探索 是住變種的木屋 是木屋 是一些搭出來的木屋 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是小時候 充滿快樂的童年 我童年是特別快樂 現在回想起來 我也覺得我童年是很開心的 很個人 因為是群體 始終不是現在這樣一個人 或者會困在家裡那些 我想除了睡覺、吃飯 基本上都不會在家裡 我覺得是挺壞的 我們想想 我們那個年代有沒有特別受寵 因為沒有得寵 大家都全民打工仔 那時候有沒有這麼好的條件 不知道在物質上、環境上 那時候都是不理的 父母不會理你上班 都是兄弟 自己從小到大 跟著哥哥 我們很不錯的 我覺得很有系統 就是很小時候 已經分工了 哥哥去買菜 煮飯 我洗禮 跟著就定時定下 就去吃飯 遲了就沒有飯吃 不知道這些 爸爸媽媽放工回來 已經準備好了 幾家人住在一間屋裡 七十二家房客 我覺得沒有被闖 我只不過是沒有特別去管我們 很少去理我們 自由發揮 很free 整個童年都很free 在美一行 做電影工作 以及前的工作 做了什麼 這個很厲害 我經常說 香港有七十二行 我想我都做了三十行以上 我記得我九四年沒有讀書 一出來我第一份工是做眼鏡八十八鏡 做眼鏡 那個都算做得久了 做了差不多一整年 由一個銷售士做到去 因為他每個星期都有培訓 做到測光 檢查眼 那至這份工之後 我想沒有一份工 我是超過兩個月三個月 有些是未做完的 大部份是做完一個月 那或者是有哪一份工 你覺得最深刻一些 有些比較特別的工 深刻的很多都很深刻 我隨便說 我只是做泥水 地盤也有 裝飾也有 泥水也很深 因為是累到 我試過累到 回家拿不到筷子 拿著拳頭 拿一碗飯 放一碗飯 不飯吃 累到 太累了 泥水真的太辛苦 還有我那時候還記得 我為了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 很迫 放工時間地點是很迫的 我們做三行的人 通常收工前都會洗身 做乾淨才不放工 我就特地不洗 我泥水 一進地鐵 看到人們散開 我就 啊 船火車的感覺 有一個空間 但是真的很累 另外做一些 有一個在殯業館花店 殯業館之間的花店 很陰心 很多故事聽 我也做過文言 基本全部都做過 深刻的都是這些 有一個炒散 炒散的意思是 不是固定的工 是突然聽到一個朋友 找你 今晚會展有100位 就是負責捧菜 只是捧菜 什麼都不用做 再多捧出去 就可以了 分菜都不用 所以叫做炒散 那時候來說都很好 人工也很好 但是炒散的環境 你一在等出場 等送出去的時候 就是後台 是一個縮影 很濃縮的 現實社會 說什麼人 因為你是臨時工 你可能是一個 學校讀過很多書的人 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 一個很粗魯的人 一個很師傅 什麼人都有 你就在那裡 見了人生八派 那是有很深刻的經驗 我最初拍戲 因為我認識到一個音樂佩樂師 就是韋啟良 我就認識他之後 通過朋友認識他 因為我是不喜歡做事的 其實我是打工 我打一份工 我為什麼說完 為什麼我會做這麼多份工 因為我每一份工 我發覺我知道他們的運作 或者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吸收 我就走了 有薪金出 我就去玩 花到沒有錢 然後去找一份工 直到認識到 Tommy White 韋啟良先生 我就發覺 我和他一起好像很適合我的生活 又不用怎樣去固定做事 因為做音樂的通常都是在夜晚 夜難人靜 入口很free 睡覺 認識他之後 就在他的studio 認識到很多副導演 導演 這些行內的人 就叫我去 反正你都沒有工作 去買企業 又有錢 又一起開工又玩 就開始做特約演員 Carrie Fair 慢慢慢慢在這行 認識多些人 認識多些人 但我也不會特別想過 我要做一個演員 純粹我是 有事做就做 那種戲 直到 其實是喜劇之王的時候 我認識周星馳 阿昇爺 在喜劇之王認識我的時候 他就說 你好像你小龍 我說 是的 你好像你小龍 然後他跟我說 你認識不認識功夫 我說 我應該打得贏你的 在很簡短地談過之後 之後就通過田雞 田雞文線 告訴我 在喜劇之王裡面 就沒有什麼適合我的角色 當時有一個叫熊野 就是裡面 喜劇之王裡面 林子善 那就是他 他是推薦我進去的 但就沒有適合我的角色 那就斷了 就沒有再下 沒有其他演員 直到拍少林足球的時候 他需要教一班學員 去跳 饅頭店外面要跳舞 就找了我和另一個 跳舞老師 就去排這隻舞 編這隻舞 編完之後 再教那些人跳 上了去珠海 那到我教完之後 過程就是見到阿星野 我和他聊天 玩 我只是住在他 因為他住在一個別墅 我和肥仔聰 就住在他家屋裡 那到我排完了 即教了那些人的色調 我就跟阿星野 我說 周先生 我搞定 即當時你只是負責排舞 對,完全沒有角色 我說我的東西搞定 他們認識了 跳了一次給他看 我說 那我回到我了 阿星野說 那你不如留下 反正沒什麼做 看你的樣子都沒什麼做 我留下幫忙 有什麼就幫 我說好,沒問題 之後就 埋位了 埋位是做誰呢 拿著拳 幫他 鐵頭弓 鐵頭弓那邊 我金剛女 做鐵頭弓那個 那是我 就拍了 拍完了 拍完了 拍完之後 到他剪片的時候 他們跟阿亭仔說 他的樣子太像李小龍 不可以做壞人 說我們不要 就重新拍過 在剪短很多 再多一段時間之後 想想想 不如你穿死亡遊戲那套衣服 走到門 你知不知道 那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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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了 做守門員這個角色 叫間接地 跟著去做 拍完之後 都沒有了 拍完之後 又回到香港 又沒有其他 直到某一段時間 報道說 有個 即他戲裡面 有個好像李小龍的人 有其他公司 就找我去簽 藝員合約 我就說 那套衣服 我也是跟周先生 不如我先問一下周先生 回去跟周先生 有人簽我 我說 不行 那些不適合你的 搞藝術的跟著我 跟我一起做 我說好 沒問題 就正式進去公司 那時候你提不上 周先生有沒有對你有什麼評價 他很少 他人比較低調 或者叫嚴肅 他沒有什麼特別說話 不過他都會有很多提議 其實他在拍的過程 和私底下 生活上有很多提議 或者提醒的 譬如說 你不可以這樣 你埋位的時候 你可能要有信心 你不可以什麼都不知道 傻一下傻一下 發夢 這樣不行的 我叫你做 你自己想想 你這個角色如何 他有很多提醒你的 嚴厲 嚴厲 嚴厲就很嚴厲 是很嚴格的 就是他 我在少林足球裡面 我記得我在垃圾站開門 然後他和大哥那個 我就拍了三十七個錄 是最高紀錄的 三十七個錄 因為我那個比較長 我一個鏡頭錄是兩分多鐘 最後我那段 就拍了九千尺菲林 九千尺菲林是什麼概念呢 一部電影放完了 一個半鐘頭 九十分鐘 一部電影大概一分鐘 不是 一部電影九十分鐘 就是九千尺菲林 只是我 而這部電影播出這麼長 只是拍到我那個鏡頭 還要拍完之後 他是用了頭幾個錄 沒有用後面的錄 聲音就是這樣 他不理你 是新人也好 他要求很高 不斷 你想想一個新人 又沒有太多經驗 講對白 以前都站在後面 打他打他 打他有沒有 後面那些來的 他那天早上起床 化完妝 做了好東西 突然去現場 他就像你這樣 拿了一張A4紙 我們一會兒就講這些 底面也有 寫滿了 怎麼說 立刻背 記得背 又不記得做了些事情 記得做了些事情 又不記得對白 最後拍了差不多 上半周 方圓飯 下半周再拍 拍到工作人員 真的拿著竹 在那裡 打鼻子 打鼻子 讓我很大壓力 但是 回想之後 你會覺得 一個新人 其實很難得 有這樣的機會 讓你這樣 對著兩個天王 四個大哥 八個 周生 讓你去練習 其實他們很適合 你等於一個石頭 他在那裡 吊鑿 把你那些不好的東西 削了 那你就有一個形態出來 他不斷幫助我 還有很幸運 有這樣的機會 功夫一定是李小龍先生 沒辦法 因為我很小時候就叫小龍 因為小時候看完精武門 就瘋了 最喜歡的這個人 那就學 到了中學 他真的小時候 小學之前 或者中學之前 是沒有條件去學 學 就報班 學東西 是沒有機會的 直至到中學 學校有一個叫台拳路班 就開始接觸拍拳 因為到出來做事 就懂得拍戲 才做一些舞 有什麼舞 沒有的 我覺得 褐藍還是啡都不懂 就是學校 不是很長時間的 但本來我又喜歡跳舞 很小時候又喜歡跳舞 又跟了一些舞蹈員 一起玩跳舞 所以學到功夫上 就比較容易 容易抓到節奏 動作的平衡 就比較容易 到後來 就認識到 就知道 做KLFA 認識到很多舞蹈員 跟他們又學一下 就是什麼都學 沒有固定學 直到我 2001 2003年 就正式跟一個節拳道師 學節拳道師 學節拳道的東西 節拳道也是沒有東西學的 不是沒有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指定的 他也是很廣泛 主要是練自己的體能 和自己的協調 不是由零主演到現在的 現在還是一直跟他們練習 平時都是一直跟著練習 功夫帶給每一個人 我覺得最大的優點是 令到你的人的意志力 抗壓能力 對自己的要求 那種不放棄的精神 因為你習慣了練習 其實不是說我好打一點 我好多力堅持 對 堅持 還有它是很不割的 它影響了你生活的態度 譬如你練功夫 譬如你練得好 你練功夫 你不會慢慢 讓自己 嘔吐了 你練不到 譬如有些 練功夫 背後的一些理念 會令到你的人的價值觀 又不一樣 你又會 對事物 處理事物的手法 你又會不同 可能未學功夫 就容易打架 反而我正式 真的很嚴謹地 學完武術 這件事之後 都沒有教過 這些東西 不是一說我學了 學了 我就馬上改變 是通過很長時間 鍛鍊 心情 就是你的人 所有事情 慢慢慢慢改變 改變 令你所有事情 都會正路一點 一定是開心的 很多人都會 因為其實到現在 今時今日 我都四十多歲 我又由十多歲 又扮理小郎 到現在 你說我好像李小龍 我是開心多一點 我是很開心 像偶像 亦都因為像偶像 我做了很多機會 令我今天擁有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作為演員 他們大部份的導演 或者製作人 他平時不會想到 找阿神國昆道的角色 一邊想到 關於李小龍 沒有打 他才會想到 可能會局限了演藝士 但我又沒有所謂 我覺得OK 我都很樂意去做 其實我又不是 只是演李小龍 我都演了很多其他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恩賜 感恩 有些人來到我 比其他人 有一個很容易 被人記得的東西 而且李小龍先生 是一個這麼偉大的 你像他、演他 那罵他也不少 不只是稱讚你 也有很多罵 那罵的 以前我都會有 會有些 好像是 響著響著 但現在都沒有 之前很久了 已經沒有了很久了 其實是 可能我真的未夠 即是未做到 他們心目中的要求 我覺得 都是對自己一個 提醒也好 一個努力也好 我覺得挺好 李小龍正是幫了我太多 李小龍這三個字 影響了我人生 你拍過《李小龍傳》 和《24》 有什麼想法 趨勢之類的 李小龍傳是2007年拍 我想趨勢就 因為太辛苦了 趨勢沒有太多 但都很享受 為什麼過程很享受 不過真的很辛苦 他起碼帶我走運過全世界 基本上除了非洲 還沒去都去了 全世界 還有你去到外國 那當時 拍了7個月 我們首先在國內排 然後香港、澳門 然後去了美國 華碩運到美國 法國、英國、意大利 美國 美國 美國都走運了 歐洲都走運了 泰國、菲律賓 很多地方 都去了 當時 你知道我們又不是賺到錢 能夠藉著他去走運全世界 以一個李小龍的身份 去走運全世界 去到每一個地方 人家見到你拍李小龍 大家都會很尊重你 當時我也是支持他 有些個人 我見到那些人 一見到李小龍那種仰慕 那些人會很開心 有共鳴 大家都很開心 我去到羅馬兜收場 有些地方是難過 不讓人進去的時候 寶溫見到我們 他問我 因為我們又不能說 我們拍戲 因為他拍戲裡 很多手續 我們抬著一部機 還有入彈的機 他問我做甚麼 我們就拍了一些李小龍的透明 我見到李小龍 繼續跟著我 然後就開了一個打電影 爛移了 他說當年李小龍拍 我老公就在這裡拍 那你就在這裡拍 他就讓我們拍 去到美國 有人投訴他們拍 美國警察就開電單車 問我們做甚麼 我們拍李小龍 他說李小龍 我們先拍照 大家又被一個黑人 抱著我舉起 李小龍重新李小龍 這些事情很開心 因為當時2007年 我三十多歲 這個是很難得 有一個經驗 不生難忘 到二文四 二文四最難忘的 因為我二文三已經有拍 二文三的時候 八爺 我還記得八爺拍完的時候 他都搖搖頭 小龍的腳都是不夠好 不夠好 郭坤這個都不夠好 但是出來他都收貨 但是我親自和八爺道歉 說對不起八爺 可能我準備不夠了 如果有機會 二文四 或者我再拍你的電影 我一定會練好我的職業 到二文四拍的時候 他都有跟我說 我看到你真的有為了這件事 去拍個副公 很好 很欣賞這件事 大家又很用心拍我那一場 因為那一場是很難得 有一個最厲害的班底 去拍我一個小演員 給你這樣 用最好的資源 給你拍一場 然後去找一個外國的 很知名的動作演員 Mark Strange 那個鬼佬 我覺得這個是很開心的 還有出來之後 大家都覺得 通常都是彈多個讚的 今次都收到很多正面的回憶 我覺得都是很難忘的 謝謝